歡迎收看媽媽好神 我想當老媽子 搞懂神案事 產前的時候 我每次穿無間 朋友都會說 你的皮膚好亮 可是現在產後 怎麼露都不會有人說 你好亮 對啊 就是跟大家產後的一些 營養狀態 其實有非常密切的關係 有一杯含糖飲料 然後甚至一個 漂漂亮亮的小蛋糕 你常吃 它會導致我們 膠原蛋白會失去糖 更麻煩的是 它還會讓膠原蛋白變化 變成了會變化 太好了 從媽媽變成老媽子 到底哪裡出了錯 今天請到六位好神媽媽 一起探討 讓女人變老的背後原因 到底媽媽該如何守住青春 對抗衰老 精采內容馬上開始 其實我覺得每一個女人 心裡頭都有一個小女孩 但是就是這個小女孩 她一直都在心裡頭 因為你發現 外表還是會漸漸的老生 大家對自己 感覺自己變老的心情是什麼 我覺得體力很重要 就是體力以前 真的是非常非常的好 那我之前就是 還在上班的時候 就年輕的時候 還沒有生小孩的時候 我是天天 就時間很多嘛 都要去做瑜伽 然後我是一直做到 我進醫院生的 前一天晚上 我還在做瑜伽 我拼不定 因為我原本想要自然產 結果後來就還是必須要佛 你們主播真的好強 真的 真的 所以就大概就是這樣 真的輸 但是現在已經不一樣了 因為小孩蹦出來之後 我到現在已經快兩年 我沒有做過瑜伽 沒有做過任何的運動 所以我現在 而且我常常腰痠背痛 因為我現在親胃母乳 我還在胃 然後 他會需要喝奶奶睡覺 就是小孩他在右邊 那我坐在他左邊 然後我就會 就要用 可能用這邊的胸部去餵他 然後我的 就必須要這樣 然後手還要拉著 前面座椅的那個椅背 才可以 好大眼喔 好奇妙喔 對 讓他小孩睡著 真的啦 好酷耶 你們說得那麼奇怪嗎 沒有 我是會讓小孩睡著 然後所以 後來我現在就常腰痠背痛 因為我每天晚上 睡前他還是要吃東西嘛 他還是要喝奶奶 然後我就是要側邊餵他這樣 然後所以後來就覺得說 天啊 媽媽人生真的不是 一般人可以升任的 可是其實我覺得很有趣喔 就是年輕的時候 我就算了 可是當媽之後 我覺得是很大的康徵 就是 你瞬間就變老 對 就是一瞬間 其實老化喔 男生女生都會有 但是很多媽媽 都會有一種共同的共識 或共鳴 就是說好奇怪 為什麼我一當上媽之後 我整個人操勞的速度 比以前是好幾倍 光是在這個狀況 真的 真的 那老化其實從外觀到裡頭都有 我大概講三種 三粒 這三粒呢 你如果有種 其實它是因為外觀上 你比較可以感覺得到的 如果這三粒有種 可能你有老化的現象 第一個 激勵 剛剛有提到 有時候蹲不下來 半蹲不下來 第二個眼力 你會發現好像眼睛 跟以前比起來比較容易乾澀 對 好像花的 還有一些人要 紋禁 對 所以就先拿起來 就要拿那個眼鏡 就是 有老化的現象 第三個就是腦力 所以今天我們來做一個很簡單的數學檢測 這個數學檢測就是 我們現在醫學上真的會這樣用 就是我們用一個很簡單的檢測 去看看你的腦 老化了沒 比如說你 你跟你的另一半檢測 他幫你檢測的時候 用一個碼錶檢測 我們開始講 這是一個很簡單的數學題目 那我們開始囉 大家都可以試試看喔 好 大家可以試試 不要拿筆寫 100-7等於多少 93 再減7等於多少 86 再減7等於多少 9 79 再減7等於多少 72 72 好 再減7等於多少 加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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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剛剛說多少 6 72-7 76-7 可以 6什麼 6什麼 好 好 我們剛剛總共會把100-5次的7 每一次都要答對 答到最後一次完成的時候 他的安東媽剛剛的數字是32秒鐘 這是什麼 這是厲害的 這是還不錯的嗎 通常呢 我們在40歲以下的人 20秒鐘要完成這一個 好 天啊 10秒鐘 20秒 對 20秒完成 那如果你在中間有一題 你頓給了超過10秒鐘 你就直接晉升到65歲的腦袋 65歲 還很難 安東媽 天啊 因為我的智慧都生給我的小孩了 生一個小孩會老十歲之外也會變笨 那可能別人變笨 可是他以前是會計耶 對 我一定要先提一下 這邊裡頭最有鑑別度的就是安東媽 為什麼呢 我們通常在這個老化 尤其我們在判斷所謂 你有沒有失智的嚴重度的時候 算數學或是你失去過去最厲害的事情的能力 就是個很大的指標 雖然安東媽過去在做的是會計 他對數學的敏感 都會比我們一般其他的媽媽來得更強 比說一個國文老師跟數學老師 考數學題目 國文老師不會 他可能是以前就不會 可是數學老師他突然答不出來要小心 所以你不是只有32秒 你要再多加10秒 因為代表你的年紀老化更多 所以我們看剛剛的檢測 如果你的時間是20秒以內 恭喜你 你還是個健康的頭腦 20到40秒 你的頭腦其實在 你的腦袋的年齡已經在40到60歲 如果你超過40秒 又或者中間有錯誤的題目 中間是不得提示 100-7等於93嘛 你不能告訴他那93-7 不是 你要直接問他 再減7等於多少 考記憶力 考數學力 如果中間就答錯了 超過10秒鐘 你的年齡是65歲 所以 中醫的方法是怎麼看 我們女人變老這件事情 對 中醫的觀點是這樣 我們中醫說 所以就身體機能衰退 跟我們皮腎兩個藏向的機能 開始失調有關係 其實皇帝內經有提到說 女人一生的身體變化 有所謂的七年週期 女生的話 七歲是腎氣腎 這個時候很旺腎 可是他說二七 就是14歲的時候 那時候開始月氏以時下 就是月經開始來了 所以故有子 就是說 我們的生殖系統慢慢開始發育了 所以這個時候月經都來了 然後他就三七四七都有不同的症狀 但是都是不錯 他一直到七七 七七就是49歲 他就講說他是任賣虛 太充賣衰少 故行壞而無之也 行壞 好可憐 行壞 就是身體機能開始衰退 所以這時候沒有辦法生育了 也就是說月經停止 這時候就會出現我們所謂的 這個聖陰虛的症狀 那很多人說 那這個聖陰虛應該理論上 皇帝內進也講到說 是49歲 50歲的時候才會出現 可是呢 如果當你發現你這個聖陰虛的症狀 你這些已經有大概超過四下的時候 其實小心 所以我很明顯是聖虛嘛 因為我已經有腰酸 然後還有白髮 這讓我震驚的一次就是因為 我三天沒有撒我兒子的房間 然後那次去掃的時候 我就想說 因為我那時候太累了 然後我想說沒關係 一兩天沒撒沒關係 就到第三天去掃的時候 我發現我兒子已經在玩那個 就是說出來的那個頭髮球 喔 頭髮球 然後有漫長 所以掉下來就很長 那捲在一起 他就一直去磨磨磨磨磨 然後就玩那個頭髮球 喔 好噁心 然後就覺得偽瞻那樣子 喔 然後就一直把他丟下去這樣 哎呀 所以就是他們所謂的聖陰虛 對 還很明顯 沒錯 那也不要緊張 我們說聖是先天之本 有時候年齡上真的不得已 可是我們還有個皮 腸胃道系統是我們的後天之本 所以不好的話也有幫助 可是偏偏呢 現代人其實壓力大 我們時常用吃來疏解壓力 對不對 你壓力大的時候 你會想要去吃沙拉去吃水果嗎 不會嘛 你一定吃吃炸雞薯條 對 就是一些辛辣刺激 味道重的 重口味 或是重甜 重鹹口味的食物 因為這些可以緩解 就是會釋放壓力 疏解壓力 所以這時候我們中醫講 會造成我們的 胃火變得很旺 然後這樣現在天氣熱 大家喜歡吃冰品 冷藝 享受一下降下火氣 可是長期吃下來 我們中醫說 又會造成皮濕 所以這樣寒熱挫雜 結果就會造成 所謂的脾胃濕熱的體質 其實這在現代人來說 還蠻多的 所以在座的各位媽媽 你們檢測看看自己 是不是屬於這種脾胃濕熱的 提前老化的這種體質 有可能兩分有 還已經已經承認了 還已經覺得什麼 我覺得我中 中 恭喜 她講的每一個點 就算我這樣看不到 我也覺得我中 拼力還OK嗎 其實我本來就 我從小本來就是一個 肠胃比較不好的人 所以我很容易脹氣 那我又很喜歡去吃一些 會產生氣體的一些食物 那於是我這個人 從小到大 就會放屁 而且我的氣體 會是有聲音 是啪啪啪啪的聲音 哎呀 那是不是很尷尬耶 很尷尬 我覺得我也是 完全就是符合 剛剛那個脾胃濕熱 而且剛剛Eason有講到說 偏熱會便祕對不對 我就是屬於那種容易會便滅體質 然後我記得有一次很慘 就是我跟我老公 我們出國 然後出國之後 你知道有時候水土不服 就已經很容易便滅 然後我們那天 那時候剛好行程很趕 然後我在廁所 就是已經蹲廁所 想要把那個黃金先生請出來的時候 我老公就在外面一直吹說 快點時間來不及 那你知道 聽到以後你就覺得很緊張嘛 很緊張嘛 對很緊張 然後你就不小心就用力 你知道一用力 我就想說啊完蛋了 因為那個就是 太大力 痴瘡就發作了 對 然後你知道接下來行程運 那時候我們是在東南亞國家 然後他那個路 都不是很平這樣子 然後你在路上 我們那個拉車很遠 你知道路上很顛樸 我根本就 對然後就瘋 對 而且你知道他都直接這樣子動 他只要一動我整個就這樣 你看我全身就會起雞皮疙瘩 然後你知道我痛到 眼淚都要飆出來 然後我就想說 可是怎樣趕快倒 然後最慘的是睡覺的時候 因為你平常都要養著他 對 然後你根本沒有辦法養他 但是趴睡我又睡不好 所以我最後就 把兩張床併在一起 然後我就睡在那個床 中間的床 中間的床 對 沒錯沒錯 真的就在家耳朵 就只好睡在那個床 然後回到台灣才趕快去看醫生擦藥 我們現場有位來賓非常的尷尬 怎麼了 可能比較少來我們節目 我們營養師 想說每一個媽媽都整個碎碎 然後不是屎 就是妳好在那邊睡 在那邊睡覺 然後大家聊得非常開心 所以營養師要不要跟我們講一下 這些飲食上面 有什麼注意不要有這些尷尬的事情發生 其實剛剛聽很多各位媽媽就是講的這種現象 其實跟大家 我舉幾個例子 通常呢像比如說在我的營養門診裡面 其實遇到最多的媽媽就是產後 因為為了要快速受生 所以第一個最大的問題是出自於 那這個其實就剛剛符合那個中醫師講的 其實就是內分泌失調的這樣的一個現象 那再來就是說媽媽也會有一個 像比如說剛剛Cindy講的 掉頭髮的這樣的一個共同現象 對 那這個其實都是 然後呢媽媽可能同時 為了自己可能也要需要解一下這個口譽 所以媽媽可能也會點一杯含糖飲料 然後甚至一個漂漂亮亮的小蛋糕 很漂亮的下午茶這樣子 那通常這些食物裡面其實第一個 它有大量的精緻糖 那第二個有反式脂肪 對 對 跟反式脂肪都很好吃 對 跟反式脂肪都很好吃 可是問題是 你常吃 它會導致我們 膠原蛋白會失去彈性 那這個大家就很在意啦 然後皮膚你的皺紋可能就出來 而且更麻煩的是 它還會讓膠原蛋白變化 所以變化 變化很辣 它會吃甜的耶 所以這些其實都是我們可能是 然後其實很容易面臨到一些食物上面的位置 真的很容易很常吃 真的 真的 你知道嗎 因為我在那個懷孕之前 我是一個不喜歡吃甜食的人 我完全不喝含糖飲料 連豆漿都是青漿 就是我喝不慣 完全不吃 可是不知道為什麼我懷孕之後 我的口味就變了 我懷孕的時候我就變得好愛吃甜食 然後每一餐飯後都要吃甜食 然後到生完它之後 我這個口味沒有變回來過 我就開始喜歡吃 特別喜歡吃甜食 然後我就會有 一定會有一個下午茶 在外面的下午茶 那我下午茶一定是要吃鬆餅類啊 果醬之類的 然後有時候在家裡 我就會請我老公做下午茶給我 然後他就會做他們的那個煎餅 他們煎餅有很多的奶油 跟鮮奶油 好好吃的樣子喔 對 然後他們都是那種薄 不是美式的 是薄的煎餅 已經就是相當多的奶油牛奶之類 然後煎完之後 我就會 再補奶油 好 然後我老公看都會覺得很噁心 他覺得那個煎餅已經是奶油煎出來 你還要再抹奶油 然後再淋那個蜂蜜 或者是沾炒莓果醬 那我又最喜歡配黑糖奶茶 就這樣我非常的喜歡 這樣的下午茶的甜食 然後產後一直到現在 我一直習慣性這樣吃 然後我就發現我的身體老化得很嚴重 可能應該就像營養師剛剛說的 可能就是你看蠟黃 可能就是因為變黃色的膠原蛋白 我記得在產前的時候 我每次穿無肩無袖的衣服出去 然後朋友都會說 欸你的皮膚有擦東西嗎 好亮喔 就是那種很自然 你的皮膚就會發亮 可是現在產後 朋友都不再這樣說 我穿怎麼露 怎麼露都不會有人說 欸好亮喔 對啊 我都會把皮膚包起來 我都會包起來 然後有時候為了要出門 還會敷臉 然後敷臉出去 他們會跟我說 我已經敷了臉 我就覺得 比實際年齡還是大一點 我就說 我都會告訴他們 沒辦法人家說生一個小孩 就會老十歲 只要生會生 只要生 那大家有沒有試過什麼方法 就讓自己可以看起來回春一點點 不要真的就生一個小孩 笨三年 或者是真的老十年長 老十歲 我有一個回春聖品 想跟大家分享 哎呀 快說 妳好有說服力喔 真的 想分享一下 因為 我們那時候 我們朋友就封住 大家都在懷孕嘛 然後後來就生小孩 所以我們那一群朋友就瘋傳 有一個東西 它是有 它是可以回春 叫做露胎盤 之前號稱說 就是有一些癌磨的病患 他吃完之後 他就是整個完全康復 所以大家都會覺得 想想 妳是不是這個是聽那個什麼 電台 電台 沒有 所以我就很下心 那時候生完小孩 體力很差 而且又怕自己老化得很快 所以我就很下心來就買了它 然後我就 我真的就把六罐吃完 但六罐吃完之後 我覺得 體力是有變好一點 但是回春我就覺得 效果沒這麼大 對 那妳要吃自己的胎盤 蛤 我哪有跟做 妳有聽說過懷孕的時候 我的那個保險業務員有跟我說 因為我也要婆婆 他說妳叫醫生幫妳把胎盤留下來 妳自己以後可以烘乾 欸 照妳說我照妳省略外 對 我們最新鮮的有沒有 最新鮮的有沒有 他說妳不跟醫生 不跟醫生留下來 醫生有些不展科也是賣給那些做胎 真的假的 假的 真的假的回收啊 妳相信他講嗎 我相信 一百點七 是嗎 我真的有這個 紫盒車 對 我們中醫的確是 有在用胎盤這個中藥財 但是妳剛剛講的一罐 罐裝的應該是 可能廠商有些是萃取的 或什麼之類的 但我們中藥的確有胎盤 但是其實 這個胎盤就是 它另一個很好聽的名稱 就是剛剛妳提到的那個 紫盒車 那的確大家會認為它有回春功效 是在《本草綱目》 它有記載說 這個 紫盒車它說滋補之功極重 就它有很好的滋補的功效 那現在其實都沒有用人的產副 現在都是用動物的 現在都沒有 所以應該有什麼鹿啊 羊啊 牛都有 那但是就是我剛剛說 它的白源很重要 妳必須要經過嚴格消毒 因為這過程中可能受到 這些細菌的感染都有可能 所以通常我們一般 如果臨床三種在使用 都會告訴說 這個一定要久煎 加熱時間夠久 妳才能殺死 一些可能的病原微生物 所以其實這個還是要經過 就是因為它畢竟是藥啦 所以妳們在使用的時候 其實還是要諮詢中醫師 然後針對妳的體質去做調配 對 而且 就是類似像直激素的東西 然後它就可以幫助我們的皮膚啊 保持光澤啊 然後它裡面的那個 大豆液黃酮跟灶素 它其實對於身體的延緩老化 其實也滿有幫助 所以我聽說了之後 我每天早上我都會起床 會喝一杯500cc的溫熱的半糖豆漿 對 然後晚上 因為我之前也有查過一篇文章 它有寫過就是 晚上妳可以喝一點那個 雙豆排骨糖 就是用黃豆加黑豆 然後加排骨下去煮 對 然後對女孩子的皮膚啊 身體各方面都很好 這種就不用花六萬 我每天喝也都可以用六萬 真的 妳六萬都喝 是不是 沒辦法 美麗就是要靠金錢砸出來 我們這種人有金錢的就是靠身 不是 太輕鬆了 用雙手砸出來 就是像我就是那種金錢量很多的 我常常就是大姨媽來 對 像我最近就是 大姨媽來了之後小姨媽又來 所以我很忙 對 然後之後我的血都差不多流光 我覺得我的元氣非常的 非常的虛弱 所以我常常都是用這樣的方式 來補我自己 就是我 我聽說多吃一點抗氧化的東西 就身體細胞會抗氧化 感覺會比較活化一點 對 然後我就會弄蘋果優酪乳 每天早上 對 我會打蘋果優酪乳 對 我會打蘋果優酪乳 然後我會吃芝麻丁 對 芝麻丁 對 芝麻丁 聽說這些東西是可以抗氧化的 對 然後 除此之外 我會去那個中藥財 中藥行買那個當歸 聽說因為子宮好人不老 那當歸就是 當歸就是 我上網查 當歸可以護子宮 就是最好的東西 所以我會買當歸回來 自己燉排骨湯喝 這樣子 對 只是我是不懂 想要問營養師的就是 當歸真的是 可以補子宮嗎 像我這種 筋血很大量的 而且是筋血很多很多的那種 對 很大量的 對 它是真的 它這麼黏的 那種濕血型的 對 其實我也帶了一個當歸 大家應該不陌生吧 這就是當歸 那當歸它其實 主要我們當歸 它是一個溫性的藥材 那它的功效它可以調血 可以補血 補血條筋 還可以活血止痛 剛剛說補血還可以活血 還有潤腸通便的作用 所以它其實 它是我們在婦科 調理常用的藥 所以我們說它是婦科腎藥 它在不同的用藥部位 不同的劑量 還有不同的配舞 它就有不同的功效 所以說我還是建議就是說 你還是要找醫師 去針對你的體質 看你的狀況去調配 你不要自己去買 因為有時候也許你的症狀 不是只能吃當歸 那吃的話也可能是 越補越大豆 了解 還是要找一下醫師 對 對 那其實像之前講到那個 黑豆啊 豆漿啊 或是優柔乳啊 蘋果優柔乳 還有芝麻 芝麻醬 芝麻醬 這是OK的嗎 其實像大豆液黃桶 剛剛有提到就是說 黃豆或是說黑豆裡面的 裡面的這個成分 其實它本來就是 對我們養顏美容啊 或是說是去補充我們 這個植物性的這個雌激素 其實它是有這樣的一個效果 沒有錯 可是當然像海軍這種體質來講 就是說本身比較容易產氣的體質 或是比較容易脹氣的體質的話 建議還是不要喝太多 因為剛剛有提到好像 早上會喝500CC對不對 那500CC又加上 假設晚上 你又吃大量的這個 黃豆的這個湯的話 其實量就有一點太多 所以還是 對 還是要看自己的體質 去決定說你要吃多少量 不要過量攝取 了解 這都是吃的方面 大家有沒有別的方面 可以讓我們一樣 有 我最近剛好有朋友介紹 然後我覺得真的也還滿厲害 一個東西叫 回春瑜伽 我覺得這樣才會有過 聽名字 就很厲害了 而且最重要的是 因為我後來就覺得 真的太好奇了 所以我就有去上課 透過它的這個體味啊 還有呼吸的方法 它就可以促進我們人體 有七個脈輪 對 七大脈輪 對 七大脈輪 然後透過這七大脈輪 它就會開始轉動 對 然後活化我們的內分泌系統 然後這樣子呢 就可以延緩老化 而且可以促進我們的整個 淋巴運作 所以它就可以達到一個回春的效果 好強喔 教一下 教一下 很強耶 其實不難吃 你拿大師 你拿大師 因為這個是西藏傳來的瑜伽 叫回春瑜伽 然後呢 第一招它叫做 旋轉乾坤 唉唷 對 有沒有聽起來就很厲害 這樣第一招很簡單 它就是利用這個動作 然後開始讓我們整個身體呢 吸收天地的能量 唉唷 然後開始讓我們的脈輪旋轉 所以它第一個動作很簡單 它就只要這樣子 然後眼睛要張開 看著前面 然後就這樣轉一圈 轉直針 轉一圈 轉一圈 可以可以 好就這樣子 第二招叫做 扣手術腿 扣手術腿 扣手術腿它最主要就是 剛剛我們這是吸收的天地的能量 是 所以它接下來開始呢 就要把那個氣往我們這邊 從第一脈輪就是海底輪這邊 開始要開始旋轉了 然後這個時候呢 我們就要開始 呃 這是要坐下的運動 然後要躺下 扣手術腿 那大家要記住就是做動作的時候 就是 吸氣的時候就是伸展 吐氣的就是放鬆 所以我現在先暢身 對 然後現在是吐氣嘛 然後吐氣之後 吸氣要伸展 喔 喔 這麼厲害 這其實我一定要90度 然後每一個動作都要停6到10秒 對 所以你這邊要停6到10秒 所以你的脖子也要起來了 對 要抬起來 頭要抬起來看到你的肚氣 這是用肚子的力量 對 用肚子的力量 最好要90度 順便練核心肌 對要90度 所以6秒以上 對 6到10秒 了解 然後你要數 這是第二個動作 第三個動作呢 是後仰折背 後仰折背 那這個動作呢 就是已經從海底輪這邊 然後開始把你的氣 往向你的這個丹田 所以它就可以促進你的消化的系統這邊 然後一樣 它是雙腳 跟肩膀頭寬 然後你首先放在屁股後面 然後先吐氣 頭往前面 然後再 吸氣 喔喔喔喔喔 這樣很舒服 欸 這個City應該做不到 我覺得 6到10秒的時間 就這樣後6到10秒 對 然後也是要Hold住 就是你要Hold住 而且要閉氣喔 都不能呼吸 第四個動作應該是比較難的一點 叫做 然後它主要是 因為我們剛剛已經到丹田嘛 然後它這個會是從尾椎 一直到頭頂 然後只要是這個通道上面 所有的器官它都可以活化 就是促進淋巴循環這樣子 然後它是你要做直之後 然後你手擺在旁邊 然後雙腳與肩同寬 然後接下來一樣是先 先吐氣 然後吸氣 然後你要 難怪是立桌 對 要像彈喔 這寶桌竟然會嚇到 對啊 你沒有大法師 你沒有大 11秒鐘 而且它的手好直喔 916到10大法師 然後第三 最後一個動作呢 叫做 曲背拱 拱臀 然後這個動作 其實大家在一般的瑜伽 就比較常看到 然後這個時候 主要就是要讓我們 剛剛所有的氣 在全身流通 然後一樣就是雙腳與肩同寬 然後還有手這樣 然後這個動作大家應該平常在那個 瑜伽都看到 一樣先吐氣 喔 這樣子 然後再吸氣 哇賽 下旋式 拱起來 對 然後最好 因為我的後小腿很緊 腳跟其實應該是要著地 喔 對要著地這樣 然後一樣6到10秒鐘 也是要躍起 對 對 真的 我覺得 如果沒有回衝 我直接先在這裡往生 所以轉過五式的動作 對對對 然後一個動作 剛開始先做三次 三次 然後呢 如果你其實每天做三次 其實我覺得大概半個小時內 就可以完成 然後你可以慢慢進階 進階進階到變成是 做21次是最頂的了 了解 對然後就你會越做越快 你熟了以後 就這樣做 持續每天 哇這個有效嗎 他真的是還講到穴位那些 沒有他其實主要就是 西藏的醫學 但是我覺得瑜伽 基本上你可以活絡全身的經握嘛 還可以讓氣血循環順暢 我相信對於回春抗衰老 一定是有幫助 那我這邊也可以另外分享兩個 就是抗衰老的穴位按摩 那我們就請妮娜來示範一下好了 針對腎陰虛的體質 我們可以按壓這個穴位叫腎疏穴 腎疏穴 腎疏穴位置在我們的腰背部 在我們的 所以是在腰 是在我們的腰背部 它正好在我們的第二腰椎跟第三腰椎中間 旁開1.5寸 那我們怎麼找第二腰椎跟第三腰椎 我們先找我們的肚臍來 跟我看你的肚臍 找到肚臍之後 我們從肚臍畫一個水平線 然後跟這個水平線 跟我們的脊椎交接的地方 那我們不要壓在那個 因為你摸到骨頭脊椎的時候 你不要壓到凸起來的地方 你要再凸起來 兩個凸起來的凹陷 所以如果你壓到是凸起來 你就往下一點 這個就是凹陷的地方 那這個地方其實是一個穴位 叫做命門穴 命門穴 命門穴 這個命門穴它是督脈 因為在脊椎上 督脈穴位 那它在這個督脈 就是命門穴 往旁邊1.5寸 1.5寸 大概是我們兩個指幅 並隆的距離 食指跟中指1.5寸 所以左右兩邊 所以它腎疏穴是有兩個的 左右兩邊旁開1.5寸的位置 就這個地方 對 這是我們的 好 所以兩邊 兩邊這個就是我們的 這個腎疏穴 是 對 這個是腎疏穴 我們找到之後 我們就可以用我們的大拇指去按壓 兩邊大拇指去按壓 或是我們用掌根的地方 掌根去揉按它 我們去揉按它 好 就揉按這個 兩邊自己用手其實 蠻舒服的 對 你就可以去按壓 在這個地方 平時會痠痠痠 對 腎疏穴 對 腎疏穴 那你就去按壓這個 蠻舒服的 對 那其實 對 去按壓 然後按壓這個大概 3分鐘的時間 其實它可以補腎氣 了解 那第二個呢 如果是脾胃失惡體質 腸胃功能障礙的人 這個時候 對 剛好 所以妮娜來示範 這個穴位叫 脂溝穴 脂溝穴 分支的是水溝的溝 所以它是在我們的手 手的前臂 所以我們找到手前臂的外側 好 那我們找到我們的手腕 手腕的關節 上面4根指幅 就3寸 4根指幅的距離 那它是在兩個骨頭的中間 所以也就是不要壓在骨頭上 是兩個骨頭的中間 這是三交筋的穴位 它可以疏通氣機 很重要這個穴位可以 幫助排便 所以這樣安安 海君有感覺了嗎 是這樣 有一種咕嚕咕嚕的感覺 可能是因為我年輕 年少的時候 還在還沒生孩子的時候 我一直都有著便秘的這個困擾 尤其是我們是在 懷孕的過程當中 快要生的時候 我們就會有 排便不順 然後甚至於剛剛說的 痔瘡出血上面的問題 對 然後呢 因為現在小孩子生了之後 我就發現我更不順了 很嚴重 對啊 很嚴重 對啊 可是我目前還沒有 口氣上的問題 就頂多真的是 肚子會一直放屁 但是我上不出廁所 那朋友就介紹了 我一個非常非常好的東西 我今天 不帶鍋子 也不帶專輯過來 對 以前都帶鍋子 對 我今天是一個 安心時尚媽媽 對 那他就介紹了我這個東西 喔 是什麼 這一個是安心大腸牌 他說你吃看看 保證你在五天內 你會很方便以外 還有你的氣色 馬上會提升起來 到你以前的那種亮度 我想說 到底是什麼東西 我就拿來看了一下 什麼 木瓜糖 然後乳酸 粉末 然後還有 水溶性的纖維 他說你要補充這個東西 於是呢 我就真的是 那時候有一點點的半信半疑 因為其實以前 我也有吃過一些乳酸菌 有一些是要冰冰箱的 對不對 那個玻璃品打開 要冰冰箱 可是那種 我有時候會忘記吃 然後也不方便帶 像帶出去外面的時候 因為怕會破掉 還有一些是要打開膠囊 倒在水裡面 我覺得太麻煩了 然後我就想說 這個 一打開是這個包裝的 是這種包裝 然後就把它打開的時候 非常方便 一般人可以直接這樣 倒在口服直接這樣服用 我有一個小蜜罩 我是用蛇下 蛇下 我在家的時候 蛇下那不是心臟不好的時候 才要喊蛇下嗎 不是嗎 媽媽我是安心媽媽 我在家會用蛇下去踹它 然後用自己的拖衣 慢慢的讓它在口腔裡面化開 讓你直接的更帶入到細胞裡面 欸它好香喔 什麼味道 還有什麼味道 這是什麼味道 超香的欸 真的好香喔 你們有什麼味道嗎 同樂會 那因為今天在節目上 我覺得 不要用拖衣這樣子的話 會太慢 我就直接倒了 OK 很需要 謝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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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是直接吃嗎 乾杯嗎 欸 這樣就沒有了欸 噢 化得好快喔 這樣不會很空心嗎 而且我跟你講 很香香的味道 很香香的味道 那整包會有水蜜桃的味道 喔 這樣香的 喔 好香喔 我跟你講 吃完下去之後 好舒服的味道 你們真的會慢慢發現 你們真的會慢慢發現 你的腸胃談戀愛了 腸胃談戀愛了 用水蜜桃 然後它也不會再讓你的腸胃有糾結 不糾結就不會便秘嘛 然後就不會有臉色不好 然後還有排便不順 還有精神挺力 很厲害耶 它裡頭有十億個益生菌耶 十億個嚇死人了 這個很重要喔 不是十億個喔 是十億益生菌 然後維持你的腸道機能 排便順暢 我用他們家的東西 吃他們家的東西也是 從懷孕前我都是一直在用 而且我還有 買給我的爸爸媽媽長輩分 然後送禮也很好看嘛 對不對 然後這一次我碰到這個益生菌 很厲害的 他們家連續三年 融獲了健康益生菌類 哎呀 這麼厲害 冠軍就對了 其實有時候我們就看到那個排行榜 只要有在榜上就很厲害 可是他們連續三年都是掛在龍頭的位置 是厲害了吧 真的很厲害 可是它裡頭有一個 包子性乳酸菌粉墓 其實包子啊 它有點像是說 它在一個 這個不管是就是這種乳酸菌裡頭 你可以想像它是一個動物在冬眠的狀態下 所以大概在冬眠的時候它其實是有一個保護層 可以保護住它 那我們以前其實在吃那個 其實益生菌已經是很久以前的 就是已經一段很長的時間 大家都已經有概念要吃益生菌 可是這幾年那個益生菌一直在進化 他們就發現說益生菌其實我們是要吃進哪裡 它是要吃進我們的大腸裡頭 它讓我們腸味道的菌相是好的 可是我們會怎麼吃 我們會從嘴巴吃進去 因為我們要知道我們在嘴巴吃進去 人天然上有很多防禦層 例如它在我們的胃部 它有一個比較PH值比較低的胃酸 它的目的是要幫我們殺菌 一樣的 如果今天你吃益生菌它會被殺死了 那其實在下去之後 我們會有那個膽汁的分泌 一個酸一個鹼 然後它整個環境 它可能就會把一般的一些好菌或壞菌 都給殺光光 包子型的這種所謂的菌類 它最主要就是 它讓它仿佛冬眠的狀態下 所以它進去的時候可以耐酸耐鹼 然後它就可以比較多的能力 可以進到所謂的腸味道 那其實我一定要提一下 我覺得其實這幾年 因為益生菌這個觀念 從以前它除了是保健食品 其實很多醫生也都會跟這個病人 或者是跟你的家親友好友說 你應該吃益生菌 所以我發現這幾年 其實益生菌有越做越聰明的趨勢 而益生菌叫做益生菌 就是說它可以幫助我們的這個菌 在腸味道的好菌變多 但換言之還有另一個東西 其實有時候我們身上都會有一些胎記 或是有一些痣之類的 包括譬如說我想三八痣要不要點掉 或是有些小朋友身上 人家說床母做印號 也是都會有一些胎記或什麼八之類的 如果真的想要幫小朋友處理的話 解釋會比較適合 可是你看像你從小到大 你也沒有處理它 對啊 所以痣大概要處理 我們有兩個思維 一個就是說你是為了美觀 還是為了安全 那安全的意思就是說 那個痣太大了 然後皮膚科醫師說 我是個惡形惡狀的 也不曉得哪一天會變化 不如早點把它拿掉 所以大概是朝這兩個思維 如果是後者 通常我們都會 等到比較大再處理 因為畢竟如果你的痣是這麼的大 那可能要麻醉 要幹嘛的 我覺得那個可以跟皮膚科醫師討論 那如果是為了美觀 那也是一樣 就是說那我要在小孩這麼小的時候 就把它這個把它自己除掉嗎 而這個過程當中 其實有很多很多的 放在天秤上討論的空間 就是它的好處是多少 壞處有多少 了解 那我只能讓它知道說 當你在想這個問題的時候 那最小的底線是 就是知道兩歲 所以說你一般這個兩歲以上 我們才會考慮說 不管是為了美觀 或是為了這個 還沒有癌化 或還沒有變化的痣 是不是要出去 但是也不代表說 所以兩歲就要處理 而你說兩歲之後 你再來考慮一下 是現在要做呢 還是未來要做 這可以跟你的小兒科醫師 或皮膚科醫師討論 了解 但換言之外還有另一個東西叫 異菌生 什麼叫異菌生 就是幫助我們的 菌好菌多生長 那裡頭像那個什麼 木瓜糖 又或者是它裡頭其實有含有 它前面有寫什麼 高鮮配方 這是所謂的水溶性膳食纖維的成分 這些成分它的最主要目的 其實瓜糖 它是我們益生菌 在培養的時候的一個 養分來源 所以當你假設你在吃東西的時候 你吃了益生菌 好菌在裡頭 你再多吃一點的像蔬菜水果 或是一些所謂的 又或者是一些 水溶性的膳食纖維 它可以幫我們的腸味道的好菌 可以在 對 它等於像在 培養我們的好菌 那木瓜糖 它本身比一般 因為一般的瓜糖 就有這樣的作用 木瓜糖它可以幫助我們的 好菌的生長比例又再更高 所以它其實是 我覺得算是現在 比較聰明的一些 其實現在很多廠商 越來越聰明 他們開始會把 好的配方再越加 越多這種 就是好好的東西加在一起這樣 所以它這邊上面 它有寫一個很 我覺得這是關鍵 你去買東西的時候 如果你看到這三個字 你真的是 毫不考慮的就把它拿下 就是 就是最厲害的 這樣更厲害 這樣是最厲害的 我一定是拿最厲害的 可是你一天一到兩包 這個熱量應該是 它這個東西 我有很在意 因為人家說你吃進去的時候 這麼好喝的東西 有時候甚至不喝兩包 甜甜的 對 因為這是甜甜的一點 不用擔心 它是做到 低卡 低熱量 對 然後如果你獲到水 然後你就把它稀釋掉 分解掉 然後就在體內 讓它自己的慢游啊 就覺得整個人的細胞都活著了 唉唷 開心的咧 快很開心 因為它的水蜜桃的味道 它的摩摩的味道 讓我感覺真的是 是腸道談戀愛了 不過老實說 就像他講的 腸道談戀愛 真的會讓人變得年輕 對不對 沒錯 因為其實腸道啊 它裡面住著 非常非常多的免疫系統 那當我們腸道不好的時候啊 第一個你便秘嘛 毒素很多 那當然 我們的氣色等等的 你都會受到影響 那再來 免疫系統也會變差 那免疫系統一變差呢 人其實是非常非常好體能的 所以你這個人可能就會變得 很容易感染啊 然後很容易虛弱等等 對 所以其實腸道好的話 其實人自然而然 神清氣爽 然後再來 你的免疫系統 也會跟著比較好一點 了解 那除了這個益生鏡之外 可不可以告訴我們 就是平常我們應該要怎麼樣吃 也會讓我們自然而然很年輕 好 如果大家想要抗衰老呢 當然腸道保健很重要 那我這裡提供給大家三個原則 抗衰老的三個原則 第一個原則呢就是 那怎麼樣讓我們吃到 還有彩虹顏色的蔬果呢 原則上其實就是說 你一定要讓你的這一盤顏色 是很colorful的 很多元化的 那比如說 生菜沙拉就是一個很棒的選擇 你可以配很多各式各樣的 你喜歡的一些食材 那當然很重要的是 你的沙拉醬用什麼嘛 對我們今天想要抗老 你就不要再去用那些 比較不好的那些高油的沙拉醬 所以沙拉醬我這邊也提供給大家一個配方 就是我自己 自己做的一個 就是油醋醬 那我們用比較好的冷壓出炸橄欖油 然後你也可以用 比較好一點的油醋醬 因為其實油醋醬本身 就是紅酒醋 紅酒醋 紅酒醋 那紅酒醋其實它就是用葡萄皮 就是整顆葡萄去釀的 所以它也有葡萄皮裡面的這些 多分的食物 然後我們加一點點鹽巴 這樣子和一和其實就是很棒的油醋醬了 那這樣的話 那是說也可以把這一生菌 然後灑在上面 然後灑在上面 這個是好方法 欸 而且有香香提供的 因為沙拉畢竟是水果類的 對 味道我相信應該也很搭 好那如果說你要均衡一點的話呢 我們就搭配一個水煮蛋啊 然後地瓜 那這樣其實這一餐就非常均衡 而且重點是熱量又很低 然後如果是說像媽媽們 自己在家有煮飯的話 那其他餐呢 因為我這裡也有一個 就是很均衡的一個餐 那這餐其實是我家還蠻常見的晚餐 其實我就是這樣煮 是 那我每次這樣煮完這樣的一個餐的時候 我就覺得 我看裡面有各種顏色 我就會覺得 心情莫名其妙就好起來 那要怎麼樣讓我們這一餐顏色很多呢 其實我教大家一個方法 因為我也很忙碌嘛 就是大家可能帶小孩啊或上班很忙 那我就會在一道菜裡面去把很多的不同顏色的菜全部 擴在一起 就一次炒完 那這樣很快嘛 很快就可以上菜 那第二個原則就是 就是我們要盡量吃新鮮 然後 粗糙 少加工的食物 然後最後第三個原則就是 要遠離 加速我們老化的食物 那剛剛有提到的 精製糖 斬飾脂肪 這些請妳 要盡量的去避免掉 不要太常去社區 那這樣的話 我相信大家就可以越吃 心情越好 然後越吃 你的 你的細胞跟身體也會越年輕 掉醫師呢有什麼事 沒有 其實剛剛也是呼應營養師講的 我們中醫 他其實用多色 就我們中醫其實 皇帝內姬已經有提到說 五色對應五臟 就是青赤黃白黑 五種顏色 五種不同顏色可以滋養我們的 這個臟 那其實我們中醫還是強調全方位的調養嘛 那我們剛剛其實前面有提到皮 也有提到腎 可是肝心肺的調養 其實在這裡補充給大家 那肝的調養很重要就是要 適當的一個禮拜 放自己兩個小時的假 你去釋放壓力 去看電影 去逛街喝下午茶 去做SPA按摩都好 那這個時候就把小孩 招給信任的人 可能不會是你老婆 壓力更大 醫師好懂 對 所以其實這就是 一定要適當的疏解壓力 可以讓你的肝氣順 然後心的話 這一點可能媽媽比較難做到 尤其有幼齡年間媽媽 就是養心血 補心氣其實要有 充足跟品質好的睡眠 那其實對媽媽來說 這個真的是很奢侈 所以我還是要強調說 媽媽如果陪小孩子睡的時候 我們就盡量趕快去睡 然後另外第三個就是 剛剛講的有肝有心還有肺 肺的話就是要 運動 剛剛其實妮娜有提到瑜伽 這個運動 這個運動不是只有很多媽媽說 我每天都坐家是累得要死 那是勞動 勞動跟運動是不一樣的 勞動會讓你越來肌肉痠痛 全身更疲倦 可是適當的運動 不管是瑜伽 皮拉提斯或做心肺的運動 其實你只要 現在手機很方便 你上網YouTube 抓一個影片下來 跳個30分鐘 其實反而會讓肌力增加 那這種全方位的調養 才能讓媽媽從身體到心理 我覺得都是保持在最好的狀況 然後不只是可以抗衰老 還可以遠離肥胖 沒錯 遠離肥胖 沒錯 今天聊了很多 對 給妳兩個選項 什麼 是陪小孩一小時 還是小孩叫給別人 去跳回春瑜伽一小時 回春瑜伽一小時 真的 很深啊 帶小孩累得要死 真的 我覺得這樣很多方法 從露胎板到一身去 也是希望大家從舞到外 都可以佩佩的 像少年一樣 對不對 今天謝謝再見 謝謝 緊急的網路上都會教我們很多事情 但也會讓我們很緊張很多事情 我之前看到一個就說 千萬不可以給小朋友戴墨鏡 他說不知道什麼 小朋友的那個什麼 還沒有長好 然後如果你給他戴墨鏡的話 黃斑布冰面什麼什麼之類 你就覺得喔好可怕喔 真的有那麼嚴重嗎 現在日頭那麼大 就這樣帶他出去曬OK嗎 首先我們要知道 小朋友 是可以戴墨鏡的 除非你從早到晚都戴著他 不然你不會有這些 那是金龍大哥才會這樣 沒有人會對自己的小孩這樣 所以不用擔心 那但是真的要戴嗎 在國外其實有一個很大很大的 需要戴墨鏡的族群 就是小孩啦 就是在雪地上玩 尤其是下雪的地方 好那除了玩雪之外 還有哪裡 高山 因為高山之外線比較強一點 所以如果你去爬比較高的山 那你可能要戴個墨鏡 保護你的眼睛 那還有第三個就是 你自己本身有 解散同氣的小孩 那他就會跟你講不舒服啦 那你就給他戴吧 這沒有關係 那如果你都不是這三種狀況 你的孩子要戴不戴墨鏡 隨便呢 那你小孩跟你說我想戴要刺眼 你就給他戴 那你小孩說不要我不要 那就不用戴 這個就是你不需要 額外給自己很多的附帶 那有沒有特別要選哪一種的墨鏡 是比較好的 是通常我們戴的話 我們希望他能夠把紫外線擋掉 所以通常鏡片上面會標說 這個東西就是V400啊 或多少 就是他有對紫外線能夠對抗這樣 那另外一個就是包覆性 就戴一個很小的 然後眼睛都遮不到 那個紫外線都旁邊進來 那沒有意義 就是稍微跟他臉比較貼這樣 了解 好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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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都不會